新加坡小狗Visker 很多人看到牠都忍不住想摸摸 但是牠的嘴巴比你的手更大 而原來親到牠的慈父Jarrett 竟然是幕後黑手 經常練習的就是教那隻狗 可以運用牠拍牙 怎樣去咬不及人 Eric連功夫也出賣了 但Jarrett似乎完全沒有改善 難道這個主人真的沒得救? 我覺得我對牠比牠負責 我對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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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所以每次我回到牠會說 這是我的比牠, 我想跟牠比牠比牠比牠 我覺得這是主要的問題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Jarrett平時會帶Bisket 來到Bungle Park散步 好, 我們就在這裡重新訓練Jarrett 其實在過程中 我們不一定要硬正, 不一定要很柔弱 但我們要作出平衡 Jarrett要平衡 其實牠會適合一點, 但有笑容 狗也很開心 你不需要瞎著眼睛看著牠就會害怕 而牠瞎著眼睛時, 反而有時候很有趣 狗會撩回去玩 在Bisket的心裡 Bisket當作是100%玩具 Eric, 我們來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公園 我們是否可以開始教Bisket 一些好的紀律呢 是, 我現在想看你們怎樣 去Bisket 好… 好, 跳舞, 走吧 好, 跳舞, 好 你看到剛才的主人跟牠走路的時候 牠會用完空間 側向一邊 整個地方有這麼大, 牠就會用不住 而且牠會比較充斥 對, 主人的繩子也放得比較長 對, 但問題上 如果牠經常這樣做 狗不會聽你的話 好嗎 現在我要教你怎樣做 怎樣令牠可以變得更乖 看了這麼多集 大家應該知道 控制不了狗狗 很多時候是因為用了對的九成 但是換了九成 不代表會解決所有問題 現在兩個工具都在用 是否我們可以嘗試走路 可以嘗試, 好 嘗試看 即牠像正常般走就行了 對, 暫時讓牠感受是正常的 是 輕輕地, 撐背後 撐背後 更強力, 好, 短 就是縮短一點 對, 輕輕地, 輕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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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指導牠 好 現在我要你停止 剛才開始學習, 所以牠正在調整 如何調整到跟主人合拍 對, 看牠們跟著牠們 輕輕地, 輕輕地 那本身Bisket的問題是否大 不算大, 但一招一招 因為主人很疼愛牠 而且不知如何處理技術 因為牠之前用的頸帶 令牠在做的時候害怕了 是 好, 慢慢停 好, 保持位置 慢慢放出你的能力 你如何感覺到? 你感覺到嗎? 對… 對, 感覺到沒有那麼深 牠的位置很小 所以牠現在做得好 你看牠整個坐在這裡 對 放鬆了 好, 繼續試一下, 走吧 好 對 你會慢慢知道牠發生什麼事 你能否操控得很好 好, 停 看嗎? 對, 我喜歡 好 剛才透過走路的時候 整個過程變得不同了 Biscus開始尊重Jerrick 這是很大的進步 所以牠停的時候, 你不要去抱 我親牠的時候很放鬆 甚至是被其他人摸 牠也不想爭吵其他人 其實要學會控制狗狗 不一定要在家裡困獸鬥 主人也可以透過放狗的時候 學習如何去帶領狗狗 從而加強自己的能量和氣場 笑 很好 你可以說牠的名字嗎? Biscus, 停 好, 好, 反應 好 現在牠們的整個能量好 是不是可以接觸Biscus呢? 我們開始 我現在做一個普通人 如果我覺得… 好可愛, 很有趣 你好 你看, 你看你的臉嗎? 立刻 看, 改變 看 對, 改變 好可愛 對, 改變 轉了 剛才那一刻 對 如果當我要接觸Biscus 我就是要慢一點嗎? 對, 改變 像是男人 去觸碰女人 怎麼? 看不看 來吧, 慢慢地接近 好, 做得好 你看, 這樣你慢慢教導人 但Biscus現在好像沒有 今早在屋內那麼緊張、那麼抗拒 他開始相信主人 他開始信任他 他就不需要做多餘的事了 所以我現在叫Omi試試怎樣過去 我知道 不錯 那我夠了嗎? 夠了, 起來吧 好 很好 很好, 繼續 好, 看吧 剛才你穿得非常好 其實Biscus是信任你 所以讓Omi接近你身邊的 是 每一個小朋友會過去碰他 每一個人會過去摸他 但如果你明白發生什麼事 你就知道怎樣可以處理整個過程 你看像現在 現在是喜歡什麼時候摸他就什麼時候摸他 不會跳上來咬你, 不會成功 因為你令他開始知道這件事是對的 是, Cherry, 你不再自己玩具 我讓你掌聲一下 謝謝 做得很好 這件事是我們嘗試處處理整個 二十年 兩年前 她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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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為她會把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 我認為這件事 是非常… 很驚訝 很驚訝 這件事 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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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開始是要我 看見一看 那是這個 她是甚麼 她好像根本有花給我 居然 做得到 有花給你 是不花給你 我可以看見她 她的事 她是個不濟的 其實她的樣子 她是一個很驚訝 她的威懶 你選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 其實我們經常忘記 就算狗狗老到七樓八十 牠們的智商永遠只等於一個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練狗術師 不僅是給主人看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習 怎樣去理解和尊重 狗狗這種跟我們一起共存的動物 你死的… 我真的要放在這裡 好…好,各位小朋友 你們以後聽聽話說了 希望有機會再見你們了